人氣話題來看到 台東勢力泳泉公園自然游泳池 近年來 疑似因為超抽地下水 再加上乾乾沒有下雨 導致池水高度 降到了膝蓋以下 但隨著杜蘇瑞颱風 帶來驚人的雨讓 讓游泳池重現滿水位 現在水是漲到了成人的高度 不少民眾稱分前來 要體會久違的人魚共有趣 好 我最漂亮的兩隻影給你看 一個洋棠手一身 民眾愜意地滑起仰視 過一會換成自由式 因為台東勢力泳泉公園游泳池 終於又滿水了 當然開心了 很久沒有游了 我那邊有雨 你看 仔細看看退休游泳選手說話時 一旁還有魚兒在游 因為這個自然游泳池水 是來自天然泳出的泉水 日治時期就存在 是全國罕見的人魚共有場地 只是近年來地下水賣欠佳 加上疑似超抽地下水 導致水位直到膝蓋以下 直到這回因為杜蘇睿 終於重建席律場景 想說颱風過後這邊應該是滿水 興奮啊 我小孩比較開心啊 為什麼 第一次看到這種有人魚共有魚 沒有沒有沒有 他以前去年有來過 這個水是因為後面那個 那個沙子堵住 他水沒有流水去 原來泳池排水 是因為被泥沙堵塞 導致水無法排出 才形成高水位 地下抽水加上日後清淤 池水就會逐漸流失 不過這短短幾日 還是讓民眾好好體驗到 人魚共有的熱趣 記者劉林翔拍一東報導 對 川百十一 最多燈 從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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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